金牌魚一艾葉一條根強腰失散寒濕解勞淚萬寧獨賣 專家表示 中國經濟進入惡性循環 地方無錢 中共中央怕地方政府躺平 對罰款創收增一隻眼閉一隻眼 政權到了末期 就會有這種亂象 大陸傳媒觀察者網10月13日 發表蘇州大學 都不知副研究員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劉勝良的文章 該對異常增加的非稅收入出手了 據官方資料 所謂非稅收入 是指除稅收以外 由官營單位收到的政府性資金 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 專項收入 行政事業性收費收入 罰沒收入 各有資本經營收入 各有資產有償使用收入 捐贈收入 政府駐留基金收入 和其他收入等 中共財政部的數據顯示 今年前七個月 全國稅收收入同比下降5.4% 一般公共預算收入 較上年同期下降2.6% 但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另一大構成非稅收入 就逆勢上升了12% 有地方數據顯示 負沒收入增長26.5% 劉成亮的文章表示 負沒收入作為非稅收入的組成部分 是一種特殊的財政收入手段 近年區異常增長 尤其是在2020年之後 文章披露 2020年至2022年的中國負沒收入 更佔去非稅收入 超過10% 其中2020年負沒收入達4283.98億元 在公共預算收入中的佔比為2.1% 為最近10年的最高 佔非稅收收入的11.57% 劉成亮的文章指出 負沒收入異常增加有兩個原因 一是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結構不合理 近二十多年來 令地方政府嚴重依賴土地相關收入 樓市疲弱造成了嚴重影響 而中國中西部 不少軟級行政區財政自主造血能力不足 長期需要上級提供資金 來維持運轉和發展 隨著至上而下轉而支付不足 負沒收入 逐漸成為一些地方政府 彌補財力的應急性手段 中共的負沒收入 未來備受救病 近兩年多地出現天價罰單 曾經有老人 因為銷售不合格的勤菜獲利14元 收到了當地市場監管部門 兩次合共10萬元的罰單 劉靖良的文章認為 負沒增加的另一原因 是地方政府必要支出的壓縮空間有限 如果沒有足夠財政支持 可能引發較多的不穩定問題 比如近期河南清風縣 及新鄉市等地均出現醫護人員追糧事件 還有地方的中共黨政機關幹部被拖欠工資 旅美經濟學者黃大衛對大紀元表示 由於土地財政供應不足 在地方政府的營利能力非常差的情況下 罰款是最快的方法 而且可以迅速變延 另外 罰款亦都造成了權力的沉租 再加上近十年來 受國進民退的影響 很多官僚和體制內的人形成了一種意識 認為對民營企業可以隨便罰款或給予刑罰 黃大衛認為 2023、2024年在疫情清零措施開放後 經濟沒有如期反彈 地方財政情況變得更困難 2024年經濟總體會比2023年更差 所以罰款更多 現在經濟更惡性循環 越是沒有稅收 越要靠增加稅種和罰款 中共官方9月份公布上半年財政收支 只是剩下上海有盈餘 其餘各地財政赤字高達5.7萬億元 華裔經濟學者李恆青表示 每一個朝代 越是去到後期 沒有錢 通過正常的稅收不能解決 最後就是亂罰款 而且罰款又隱蔽性 比如說公路收費 公開份外地車糧 本地車一般不罰 因為本地車主大多有盤金賽節的關係 李恆青說 中共當局前段時間一直在說打通市場賭點 要形成統一大市場 很奇怪 因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麼多年了 應該早就已經進入自由市場經濟 有全國統一大市場 但事實上並沒有 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之間都有壁壘 上個月有自媒體綜合各地數據 發表題為並非哭窮 是真窮 全國一到7月財政收支缺口5.7萬億元的文章 新浪財經轉載後隨即租到下架 文章批評 中國龐大的財政支出有40% 發起供養8,000萬的公務員 佔全國人口的5.66%上 如今財政緊張 發工資給親人都有困難 就開始以各種名目出售各有資產 展開雜貨賣鐵資產處置專項行動 其他手段包括 舉債、賴賬、罰款 以及異地敲詐企業的遠洋暴撓 李恆青說 這些辦法都殺不住罰款 因為他有內生動力 因為他的工資獎金就是從這裡來的 完成不到罰款的指標就是扣工資扣獎金 現在經濟下行壓力太大 財政收入太少 公務員、警察都開不出工資 如果他們要躺平 地方政府就經營不了 所以中共中央就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中央給他們自己想辦法 在外面切關卡收錢 末世時期多數都是這樣 強盜到處都是 現在中共政府直接就是強盜 黃大衛表示 中共官方305新要禁止亂罰款 反過來證明各地自由財量的罰款情況非常嚴重 他認為當局的指令會令地方罰款有所收斂 但不能有根本性的改變 要解決根本問題 可能還要大幅度減稅 增加民營經濟在社會比重 壓縮各有經濟在市場壟斷的份額 值得注意的是 7月中旬結束的中共三中全會 擴大地方財政 7月31日 中共財政部副部長黃東偉 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 非稅收入主要歸屬地方 考慮適當下層部分非稅收入管理權限 由地方結合實際差別化管理 對於收費公勞問題 按照受益者付費原則 改善相關政策 官方並沒有進一步解釋 如何差別化管理以及優化 李恆青說 中共中央要下放非稅收入的管轄權 就是要大家自救 中央不理了 你有什麼招數都可以用 誰能夠搶到錢 誰就是有功之神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只能夠搶老百姓 因為老百姓沒有權力 也沒有能力去反抗 任人宰割 以上的節目內容 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寧海忠、樂雅的採訪報導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語語版的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